在生活中 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车主买回来的新车 都喜欢在方向盘座椅上 装上花花绿绿的座椅套 方向盘套等等 这也好理解 刚买回来的新车心疼吗 万一哪刮花了 抽烟烫着了都难受 还有的人不喜欢买来的座椅皮色 觉得自己买回来的套头更好看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这些举动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先别质疑我 就是这么严重 首先说安装部件 我们都知道很多车都是有侧面气囊的 当车辆发生碰撞时 侧气囊打开 可将身体与车门等硬物隔离 从而减轻侧面撞击造成的伤害 多数车型都会配备前排两个座椅的侧气囊 高档车型一般在后排座上也会有 车主如果后期加装不合设的座椅套 会影响他的弹出和闪开 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另外一般车辆上的座椅材质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通常都通过苛刻实验 所以对材料摩擦系数要求相当高 而市面上流行的很多其他材质的座椅套 座椅垫 就是滑溜溜的一片 当急转急插车时 就会导致身体滑动 无法做出更好的应对措施 其次是安装方向盘套 我们的安装方向盘套 不是为了保护方向盘上的皮质 就是为了美观 然而你不知道的是 目前市场上所有不需要缝制的方向盘套 基本上都是靠内部的橡胶进行固定的 为了就是不让方向盘套移动 而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 其实这样的设计会对真皮方向盘 造成无法修复的损伤 另外有些朋友认为 使用方向盘套也能握住方向盘 不会造成任何安全影响 但是经过我们的测试发现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 如果套上厚厚的方向盘套 就无法及时的做出反应 甚至有些过厚的方向盘套 还会阻碍驾驶员操作 最后总结一点 我们在爱护车辆和享受汽车美观的同时 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 虽说汽车内饰的豪华与否 影响着一个人驾驶心情 但我们不认为 你买一些淘宝货装在车内 就是豪华漂亮了 无论是方向盘还是座椅之类的设计 都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所以千万别再安装这些没必要的套套了 它不仅不美观 还随时影响着你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 感谢观看